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VG150的安裝示範介紹 將VG150插入主機板PCI插槽 將VG150插入您主機板PCI插槽之後 在第一次開機 系統會出現尋找新增硬體精靈的視窗 這時請點選取消 再度出現尋找新增硬體精靈的視窗 請再點選取消 放入產品安裝光碟 此時出現產品安裝光碟的選項視窗 請點選安裝VG150驅動程式 選擇目的地位置的視窗 請點選下一步 這個視窗請點選繼續安裝 再度出現驅動程式警告訊息 請點選繼續安裝 驅動程式安裝完畢請點選完成 這時系統再度出現尋找新增硬體精靈的視窗 請點選不現在不要 之後點選下一步 這個視窗請點選自動安裝軟體 之後點選下一步 出現驅動程式警告訊息 出現驅動程式警告訊息 請點選繼續安裝 驅動程式安裝完畢請點選完成 再度出現新增硬體精靈視窗 再度出現新增硬體精靈視窗 一樣點選不現在不要 之後點選下一步 這個視窗請點選自動安裝軟體 之後點選下一步 再度出現新增硬體精靈的夢幻 這是窗請點選繼續安裝 這個視窗請點選繼續安裝 确认程式安装完毕 請點選完成 指示系統會詢問您是否重新啟動電腦 請點選是重新啟動電腦 在重新啟動電腦之後 請點選開始控制台 進入系統硬體 裝置管理員 檢查音效視訊及遊戲控制器 是否有兩項VG150的裝置名稱 如果有即代表您的驅動程式安裝成功了 再度回到產品安裝光碟的視窗 點選安裝VG100 150 200 300的應用程式 選擇目的地資料夾的視窗 請點選下一步 選擇程式資料夾的視窗 請點選下一步 此時系統 詢問您是否搜尋舊版資料庫 請點選是 此時系統已安裝完成 請點選完成 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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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選擇